那么从这个视频开始呢,我准备用大概三到四个视频来简单介绍一下另外一种编程的一种方法 那么就是SFC,那么什么是SFC呢?就是,反正有的人呢,是把它叫做是顺序功能图,叫做顺序功能图 那么其实它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使用在一些我需要把顺序控制得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些情况下 或者说,比如说我这里呢,是想了一个案例啊,比如说我这里有一把,有一个切割系统啊,一种简单的切割系统 不是走四谱的啊,也不是走不进的,就是,这很简单的啊,比如说我从这里,走到这里啊,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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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倒过来的一个L型的 这么一个方式啊,这么一个方式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碰到相应的这些一个行程开工啊,那么它就会转换一个工作状态,直到这里,直到回到这里啊,这样子不断的走这样一个流程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隔板的流程啊,那么我使,我这里使用的也不是说很复杂的啊,比如说不进或者四伏来,来举例 这个不是,这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H桥带的,带着两个直轮电机的一种原理啊,那么,其他的我待会再说啊 那么,SFC呢,它是一个,它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呢,那么怎么样子的,那我们,创工程来看一下,这里呢,因为我,我之前,录好多个视频,其实这里都是已经新建了,新增的T型图工程,就是这个空白板 啊,方便,边说边写嘛,那这里我还没有创建,那是因为说,它创建工程的方法,和,写T型图的,有一点不一样 那么,首先啊,我看一下,来,工程,啊,新建一个工程 新建工程呢,那么就这里,就不是原来选的T型图,啊,那么这里,是要把它改成SFC,要确定 嗯,然后这里呢,我们需要建,至少两个图块,啊,至少两个图块,一个图块,它是,嗯,工作不了,可能,啊,可能工作不了,那这里呢,我弄一个,啊,这个叫T型图块,啊,T型图块,啊,T型图块,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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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么它是会有一个 一个一个显示在这里的 会有一列在这里 然后我们这里再打开SFC块列表 再创建一个 这个是SFC块的 那么选的时候要注意这里 要对应相应的图块 然后执行 执行 执行这样同样把它 把这个留着 然后把这后面两个关掉就可以了 我们要用的其实是 这两个把它点开来写 把它点开来写 那么这里呢 我先简单的说一下SFC 它有几种 几种编法 是什么呢 就是有三种 一种呢叫做是单序列 一种呢叫做是 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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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是叫做单序列 叫单序列 那单序列是一个什么股 什么意思呢 这里看一下 比如说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起始框 两个方框代表一个起始框 起始框下来之后呢 我这里 就开始 是功能读框 开始是功能读框 那么这里横线它代表这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判断条件 这样子一直下去 一直下去 这样 这种呢 就把它叫做是 单序列 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选择分支 选择分支 那么选择分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个其实还是一样的 然后下来之后 它 比如说它会 可能存在 两个以上的一个判断条件 两个以上 然后要是一个判断条件 那就还是带去 就不叫选择分支了 两个以上的一些序列 那当然这后面还是可以有独立 有其他很多的一些序列 这样子 这样选择分支 就是当我一个 当我执行完这一步之后 我会去判断 我会去判断 判断完这个条件 当它成立了之后呢 它会二选其一 去执行后面的一些东西 最近后面一些东西 那还有第三种呢 就是像这样子的 这种呢 叫做是 并行分支 那么并行分支 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还是一样 当我有一个条件成立 但是这个条件成立之后呢 它是一个条件成立完了之后呢 它同时啊 去驱动 两组的 两组的一个功能图块 去执行后面的程序 也就是说 这两个是同时得电 同时在运行的 这一种方式 那么后面呢 它一样是 可以有很多 可以很多 那么我们 今天呢 来讲这个 流程啊 讲这个流程 它是这样子走的 喜欢走一圈的 也就是说 它没有什么需要说 我自己需要走这里 又要走这里 的 同时的 这样子一种需求 也没有选择分支说 我不想说 我走到这里去判断 走左还是走右 所以呢 我们 就讲一个 单序列 讲一个单序列 OK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 这个 顺序功能图块 它需要使用的是什么呢 那我们要学一个新的一个触点 一个新的一个触点和线圈 或者说 就把它叫做是一个软元件吧 新的一个软件 包括我们像这些M啊 XY啊 T啊 C 它都应该叫做是软元件 都应该叫做软元件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么S 它叫做是状态 它就是状态软元件 那么它状态软元件呢 我们一般呢 要用 就是用这个S0到S899 这样一些点 那么它是有区别的 它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像这里 它规定说 S0到S499是一般点 一般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断电了之后 我这个状态 它不会保持 不会保持 那么 还有 S500点到S899点呢 它是停电保持用的 也就是说 当我的 PLC断电了之后 它会把这个 当前我执行的 这一步的状态 是通 还是断 是执行 还是不执行 它会把它保持下来 那么呢 S0到S499呢 它在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点 比如说S0到S9 这十个点呢 是初始点 什么是初始点呢 就像我刚才画的这个两方框一样 它是只能写在这个前面的这一块 它是只能写在前面这一块 好 那么呢 一个S 比如说S0下面驱动的一组啊 一组这个功能独快 它是相对独立的 它是相对独立的 我不能说它绝对独立 它有一些可能 有串的病啊 什么的 可能有 比如说驱动的这些线圈啊 它是统一的 是这个 是同一个线圈的 这个是有可能 所以呢 我说相对是独立的 也就是说 从状态来讲 它彼此是 没有什么影响的 那S10到S19呢 这个是I 应该这也是IST吧 不是ITS吧 IST吧 专用的 IST专用的 一个远点回归用的S点 远点回归用的S点 那么呢 除了我们正常的这样子 去写SFC的话呢 那么还有一些指令 像 有 就像这个 IST 方便指令 一个写 一个写 那个 机械手的一个方便指令用的 那么它会 把一个 回归原点的程序 就固定的丢在 S10到S19点这个里面 如果说我使用S0 它应该配对的是 S10 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再来说一说 像我的这个程序 它到底是个什么回事 其实是无非 就是几个意思 就比如说我走到这里 我在这里 X15点 这也是远点 远点开始 好 我往上走 那么往上走 我这里给了一个方向 是驱动Y0 这是Y0通 Y1不同 那么它就会 往上走 往上走呢 走到比如说 我撞到X10 OK 我就开始往右走 开始往右走 开始往右走呢 我在走到X11这个位置 开始往下走 然后往左走 再往下走 再回到原点 这样子呢 为之是 一个流程 那么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在这里 设置一个断点 把我的鼠标点 看成一个断点 的话 那么它其实就走走走走走 走到这里 好了 我在 把程序呢 把程序的那个指针啊 跳回到这个位置来 比如说我这个位置实际 因为我们程序 它是单 它是单方向的 它 它不是说 我可以走到一圈 然后直接就回到X10 那它 回到X10的E 就是说我是 把指针跳回到X10 那么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里呢 有三个按钮 外加一个开关 三个按钮 外加一个开关 那么手自动 这个是手自动切换的 这个应该说 它是按钮也行 开关也行 这个我现在 还没有确定 然后 有一个启动 一个启动按钮 一个步进按钮 然后还有一个归位按钮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按下启动按钮 我现在在原点 它会走一个流程 回到这里 走一个流程 回到这里 那步进按钮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走 走一下 它走到这里 按一下 它走到这里 按一下 它走到这里 按一下 它走到这里 依此类似 那么归位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中途 断电了 或者出现一些事故 什么样子 那么我需要 比如说我 我假设我现在这个点在这里 我要让它 回到这个原点来 那么这个 就是一个归位按钮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里呢 我规定一下 就是往上走 输出是Y0 往下是Y1 往右是Y2 往左是Y3 一个意思 然后呢 这两个按钮 我还没有去定义 那么启动和步进是X0和X1 那么这些 行程开关呢 这个是给它的 就是走到这里 撞到它 往下走 都是规定的这里 那么呢 现在就开始 来大家写 那么写之前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张界线图 我解释一下 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 我假设用的一个H桥的一个驱动器 因为 我还没有说那个 不进行似乎怎么去驱动 就有一个比较简单的H桥 H桥呢 我这里假设一个条件 这个是在下面的 其实看不到 我画在这里 也是一下 就是说 当我这个这里这个滑块啊 它走的时候 就是相当于走这些 下面有一个激光头 或者说是洗刀等等 都可以 然后呢 比如说走到这里 撞到这个 撞到这个之后呢 我就断开 比如说断开啊 这里一个长壁 断开 那么我这里 假设我现在这里是 Y 左走应该是Y3 Y3就没有办法 给到信号给这个里面 因为它没有办法 那么这里 这两个呢 是短接的 放大一点 这里 这两个是短接的 就是说 当我 这是公共端 当我这个 一被断开 那么我就不允许它走 它不允许它走某一个方向 比如说我断开 我就不允许它走Y3 有这个意思 那么话不多说 今天 说的话有点多 15分钟 静着说话了 现在开始编程 那编程呢 首先我们要先进这个T型图块 要写一个初始化程序 那么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我没有一些其他的进不进的一些要求 那么默认进不进的要求就是 当我的PoC上电 我就可以让它进不进 可以让它进不进 那么也可以说我通过一个按钮啊 去进不进 都可以 那么呢我们这里假设它是我家是让它上电进不进的话 那么我就要给一个触点 这是L 记得欢迎我 这是M8002的触点 8002的触点 那么呢 去SETS0 也就是说 我这里写的我是使用S0来开始写 这个初始步 这个初始步 我是用S0来开始写 那么 我进入S0之后 我先把这一句写完之后呢 反正这里写完之后 是记得要按F4 之类的写 然后把这个关掉 关掉 我们开始啊 这里是写的 我们开始写SFC 那S0呢 它我们当上电之后呢 它就会跳到这里了 那么这里呢 要写什么 我先不管啊 先不管 再待会再说 先把后面的一些状态写 那么这里呢 我们先提前新建几个啊 这个STEP 这STEP呢 我们现在这里写的不是 不是回源点啊 它默认是从10开始 但实际上我们 人为的写一定要把它改成20打上 20打上到 到这个499都是正用的 没问题 但是要顺着写啊 比如说我这里22 现在不是21 或者我再开一路 这里30314041都可以 反正顺着写嘛 这里改成20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下面这个一般呢 也把它 那这个可改可不改啊 但是我习惯上呢 是会把它改成对应的 上面那一部的一个 一个这个TR的 一个跳转 一个跳转号 那么这里呢 我要进入 比如说我这里是工作部 这里是起始部 那么我要让它开始工作 要让它开始工作 那么我是不是有两种条件 我要让它开始走这一步的工作 开始走这一步的工作 那么什么条件呢 首先第一步 我这个启动按钮的话 我肯定是一个场壁 要不然的话呢 不是场壁 就是它肯定是要有一个自锁 那么没有自锁的话 相当于我按一步 它走一步 按一步走一步 那么就和 做布进 没有什么意义 那么布进的话 它肯定是按一步走一步 那么怎么搞呢 就是大概这样子 我先规定 我先规定一个 比如说 我拿一个M0吧 M0的一个敞开 那么当文外部有一个自锁 它就会敞壁 然后呢 去 去跳转 TRAN 那么在横杠这个地方呢 它默认右边写的 都是TRAN 而且它一般来讲呢 它只能写几句而已 它不是写台长 它最终的一个目的 都只是为了跳转 也就等于说 我去跳到后面这个 那么它跳转 默认是跳到下面的这一步 比如说这里写跳转 它就跳到20 20的跳转 它就跳到21 有这个意思 那么呢 我这里还需要有一个 再让我先关掉吧 这里呢 它还需要有一个限制条件 就是说 必须要让它在远点 我才能去 让它去走下面 要不然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断电再上来 我应该启动 比如说它现在走到这里 不走到这里吧 走到这里 走到这里 如果没有回应点 或者我没有不进 直接走 那不麻烦了 那不麻烦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这里先不考虑 断电之后怎么办 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说 做空空空也好 做简单的这回事也好 一般我们说上电 或者说我一个程序 要进入的时候 我一定要给它 一个绝对位置 一个绝对位置 那么我这里 原则上绝对位置 我们都把它叫 都把它设为是圆顶 那么也就是说我的X15没有接通的情况下 我还不允许它去跳转 必须写X15去接通 那么这里所有的行程都是常开的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 比如说这里 我的不进指令 不进指令 那么除了自动 我还可以是手动 对不对 还可以是手动 还可以是手动 那么这里呢 我的手自动 切换呢 它还需要有一个条件 就是它就需要有一个 线圈的一个正反触点 一个线圈的一个正反触点 的这样一个控制 所以呢 这里呢 我加一句吧 按按错 那么呢 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拿一个 M1去当一个 去当一个正反触点控制 也就是说 当我在手动的情况下 我是默认指走上连 我的不进怎么按 它都是 说说了 自动的情况下 我上面指走这里 那么我不管我不进怎么按 不管它在哪里 我都不想它生效 不想它生效 那反过来 如果说我是处于手动 那么我的自动这个启动 哪怕我能够启动 哪能够启动 那么我也是 不给它一个生效的一个条件 这里先说一下 这里就 T-R-A-N T-R-A-N这里呢 我们就开始工作 开始工作是什么呢 这里工作也非常简单 直接out y0就行了 写这边 就是out y0 那这里呢 我其实不明确说 这个软件它需不需要写一个点 但是之前写developer的时候 你要不写这个点了 它后面会报错 它后面会报错 所以呢 从各种习惯上来言 我这里会习惯加一个M8000 或者加一个当前步的点 那这两个都可以一样的 那么M8000我之前说过它是长通的 那么长通呢 它不是针对整个程序去长通啊 它是只针对我当前这个步里面去长通 然后后面呢 就 后面比如说我S21 我S21的话 那么我S20这个里面 它就是长通的 它就是长通的 它是这么回事 这也是就是M8000 那么直接去out Y0 OK 那么这里呢 跳转是什么呢 那么我要驱动Y0去到什么时候 我才会去走下一步呢 是不是碰到X10 X10 KTIN 然后驱动Y2到X11 写坏了 那么我这里说一下 就是这里 从 一招机按错了 二样不用了吗 那就205 那么这里我说一下 这里 它是应该是怎么回事 这是应该像和之前一样 有一个M1的 应该是像这里一样 写这样子的一句话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复制 放到每一个地方 它都一样 这里我刷一下吧 然后再去管我之前那个 比如说X10 X10 大概这么回事 大概这么回事 这里复制的不太好 OK 大概是这么回事 就是说我每一步 其实原则上 我都需要有这个 去控制它 到底是需要走点动 还是走自动 比如说我可以走到一半 我感觉我可能 我需要换刀 或者说我需要调整 需要调整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 比如说我中途 我打到手动 它把上面这一步走完之后 它就在这等待 是不是可以 那么为了节省一点时间 我这里写快一点 或者我暂停一下 然后有问题再重开 先暂停 我把这里写 后面都一样 后面都一样 就是跳转 就是走一个 就像这里一样 我就走一个 走一个外部 走一个外部 然后就 还是刚才这两句话 然后 然后这里 比如说这里是X11吧 都一样 就是改这个点而已 就不浪费时间 我先暂停一下 OK 那么这里呢 我就暂停下来 先写完了 想到我这里 补一个东西 就是在0点这个地方 补一个X0的上升页 为什么呢 我是突然间 激进这样一个考虑 比如说我走完一圈 我回到这里之后呢 我是不是 我可能我要换料 所以我虽然我的 自动 自动这个地方 它是运行的 然后我的启动 这个地方呢 我也是 接通的情况下 那么我是需要 再按一下启动 那么它再 去走这样一个流程 或者说 我干脆 我把流程走完了之后 我就把这个 启动这个 点呢 把它断掉 也不是不可以 也可以 比如说我启动后面 管的一个M0的 一个自首 一个自首 我把这个自首 断掉 也可以 方法不为一 随便 这也不是 它过去考虑一个 复杂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里 我说一个 说一个东西 这里 我们看到 这里我是驱动Y1 然后我这里 我X22和X24 都驱动了Y1 那么是什么呢 驱动Y1 是不是 我往往下走 是不是 我这里也走 这里也走 那么 问题来了 我22和24 我都是驱动了一个Y1 那么 它会不会报错呢 是不会的 就是在步进当中 它是允许我们 这个Y 去使用双线圈的 但是它使用双线圈 有一个条件 就是我仅仅在 步内 在步内去用 在步内去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 我在这些步里面 我比如说 我用了五个六个 OUT Y1 都不要紧 但是我的在 梯形图 就是在这个梯形图 快这个地方呢 就不要用了 那么 这个也是它一个 比较好用的地方 比如说 我一些严格流程的情况下 像我这个 我只要它走单顶 那么我去 SETY0 RESTY1也可以 但是它其实那麻烦 而且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要做急停 我要让它什么都不走 我这个简单 我直接就把所有的S点一起复位掉 不管我的S点 我把它都复位掉 这就OK了 那么但是 如果我使用REST 和SET的话 那么我还需要去 把它们这些点全部在REST掉 那就会麻烦一点 那就会麻烦一点 那么我们这里是走完了 走到X15点了 那么走到X15点干嘛呢 我需要把它 这里就不是在写了 这里把它跳到零部 跳回到零部去 跳到零部去 那么如果我不把它 跳回到零部的话呢 那么它这个子 这里 它就会出现一个的卡死在这里 那么我把它跳回到零部 哪怕我的零部这里 现在是什么都没写 但是 我还可以继续去执行下面这个 比如说 这个不要紧 这里就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写提琴图的 这个地方 回到写提琴图 那么提琴图呢 首先 我刚才说了 它说有几个东西要写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启动按钮 这个启动按钮 启动按钮呢 就是 然后去直接去set setf0就行了 setf0就行了 那么回过头 其实我这里 可以有一个 算是可以有一个写法吧 怎么讲呢 可以有一个写法 就是比如说在这里 我先不跳转 我 呃 呃 那么我现在是 想着这么做 就是 比如说我走到中间 呃 我 我步进了一步 或者说我直接 打了步进 只走了一步之后 我可以接着按x0 啊 让它继续去往下面去走 就没问题 好 就没问题 呃 呃 我看 看一看 是手自动切换按钮啊 手自动切换按钮呢 这里 呃 就我就比较简单一点啊 就是 使用的 呃 这个条件啊 就可以了 转好M1的这个条件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是M1 那么这里 我还需要有一个条件 是什么呢 看一下啊 我现在M1 呃 这里 就关掉 我这里 这个是提醒图吗 啊 先把这个关掉好 啊 我们看到啊 我现在这里M1 我默认情况下 这里是断开的 对不对 那么我在让它 接通的瞬间 啊 接通的瞬间 或者让它断开的 这个瞬间 其实原则上 我都需要干嘛呢 哎 我都需要去断开 呃 我们这个 呃 M0 对不对 然后断开 那它就断开 那么如果说 我是从 呃 呃 手动打过来自动 呃 那我本身 我就 也没有必要让它去 set 呃 setM0 但是 我从自动打到手动 我现在断开 M0 那我们看一下 我的手动是 长臂的 对不对 手动是长臂的 也就是说 当我从长 当我从通 切向断 啊 从通切向断的这个过程 我是必须要去断开 呃 M0的 对不对 或者说 啊 只要它这里 是 断开的 只要这里是断开的 啊 只要这里是断开的 那我无论什么情况下 我都不允许它 去 啊 接通 M0 对不对 所以我这里就是要给一个限制条件 啊 这是M1 断开 啊 我想一想 应该得了 结束了 结束了 啊 应该说 我是要让它处于自动 也就是说 我是 呃 啊 啊 啊 也就是说 我是需要让它 呃 这个这个 这里啊 需要让它是处于 M1 接通这个状态 我的M1 啊 才能够去接通 因为这个是自动的 啊 这是自动 好 我现在写 写得我烦死了 其实 一般的情况下 我还是建议说 写完这个 留着这个 那 关键要不然看得多痛死 啊 这样子就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啊 这个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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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归位 好 那么归位其实是什么呢 归位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就是比如说 呃 比如说我按照一个归位按钮是X3 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管 因为 你归位的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必须再处于一种 啊 怎么讲呢 它必须是处于我的M0 是没有接通的一个状态 啊 或者说一些什么 情况下 那么归位首先一点 把所有的S点都复复一点 这是从S0 啊 应该这里是S20 到 比如说S30吧 我也忘了写多少 我也忘了写多少 嗯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呢再去 啊 啊 rest s0 啊 这个为什么要分开写呢 其实写在一起它也可以复复 但是如果说我别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程序啊 就不太好 然后再rest M0 对不对 把所有的基本上都断开 那么其实这个归位按钮它是相当于一个 一个 一个急停按钮啊 啊 我先把所有的都复复完了之后我再去走 呃 再去走那么一个 啊 看一下 就是比如说我的Y1和Y3同时走 好 那么它是不是 走到这里 比如说走到这里 外面断开了 它接着走这里 哎 直到就碰到这个X15为止 好 OK 到这里 好 用个上神言就可以了 免得它一直 免得它一直 免得它一直通 X13去 SET Y3和 Y1 啊 假设是这样子 然后 然后 当我走走走走走走走到我去碰到 X15的时候 啊 这里也用上神言 那么这里呢 也有那么去再把这两个 呃 REST掉就OK了 好 Y3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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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里其实它 上电的时候啊 它上电的时候啊 它上电的时候 它是会 啊 它是这里 会执行 会执行一次 会执行一次嘛 因为比如说我上电的时候 其实这个算是按着的 啊 它这个 就算在圆点的情况下 它这个点 它是一直按着的 那么如果我这里不是喜欢上神言 啊 不是喜欢上神言 啊 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 一直按着那么对我 啊 跳入S0 啊 这一个来讲呢 它是不对的 啊 它是不对的 啊 它是不对的 然后 让这里的话呢 那么然后呢 当这里的话 我们想一想 想一想 那么当这里 我还要需要让它进入部内的情况 在什么 比如说我走到原点之后啊 我走到原点之后啊 那么我这里其实可以同时 让它 setS0 就是说我只要 啊 因为我刚才这里 啊 这里 X3到的时候 其实它是已经 啊 把原点 把那个 S0这个初始点 把它复位掉了 那么我们现在 如果说我还需要 继续走步进 我就需要有一个条件 让它回到S0 啊 让它setS0 那么这个条件 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我可以使用 啊 X15的这个 同样用一个上升员 啊 同样用一个上升员 啊 那么也可以呢 啊 其实 我想一下 要不干脆这里 全部改成上升员算了 然后把它并了 反正这个流程 一直这样走下来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啊 那么这里还有一点就是 我的部内啊 如果我的 我的部内和部外 同时用了 out 和set 的话 那么就要确保一个 一个条件 就是说在我的部内 它是没有办法去接通 接通 接通那个out的那个条件 接通out 那么我这里是先复位 再置位的 好 OK 那么这里 啊 我插住一行 嗯 并一个x15的触点在这里 就是说我回到 我 回原点之后啊 我让它 去 zs0 zs0 嗯 要不我写个 写个出摸屏算了 暂停写个出摸屏 哇 这一节时间长啊 40分钟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出摸屏基本上是做好了啊 这里 加一个条件啊 这里加一个条件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我比如说这里去 set m2 啊 set m2 set m2呢 我这里 同样 呃 加一个条件 就是 啊 m2接通 和x15 和x15 这个情况 那这里也一样 按错了 啊 那么这里呢 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呢 一个复位 啊 起到一个复位 就是说我把这个地方 啊 复位完了之后 啊 把这里 執行 執行完了之后 啊 再把这一段开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 啊 自断 啊 自断是允许的啊 自断是允许的 啊 然后我出摸屏 这里基本上也是 呃 已经是写好了 我看一下 啊 这个x15 需不需要 写啊 看一下 啊 写就写吧 写就写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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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抓紧时间写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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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忘忘写了 啊 啊 反正 啊 反正我先说一点啊 就是我写这几个层 我写的这这么多几个程序呢 我在写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说提前去啊 啊 打好草稿这些事情啊 除了说偶尔说要先演示的那种 然后再 再 再 再从头到尾跟着写 反正我是 我面前是没有搞的啊 就是看到什么 就写什么 啊 OK 那么就 啊 开始演示 啊 然后 存在尾边一部分吗 嗯 嗯 好 OK 然后首先等 啊 我看 LDM8002 SETS0 这里是 啊 这里它是 已经是 啊 不会到S0了 啊 也就是说啊 我们看到这个S0它是已经接通了 现在的话呢 它就在等啊 等到我要不就不进 要不然的话 就去接通M0 啊 那么我呢 把它先打到 呃 自动状态上 啊 打自动状态上 诶 好 啊 我还没有开出M0 FIN法真 啊 太着急了 操 浪费了一 一丁 点的时间 我估计这 这个视频转上去可能要很久啊 四十几分钟还没录完啊 这个 啊 我们切回到 这边来看 能不能 我觉得应该它是设计一个功能 就让它 让它是 在最外面这个框算 啊 我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把它切换 现在是手动了 我把它切换成自动 切换成自动之后呢 我点下启动 啊 点下启动 那么它这里启动 它就需要有一个 啊 需要有一个条件 这是我这个X15啊 它要通 对不对 啊 那么这里呢 我没有办法说一直按着啊 啊 它不运行两个点啊 所以呢我这里把它强制摁一下吧 啊 强制摁 然后我们再看啊 我开始启动 啊 那么它是不是 啊 再关掉一下 啊 关掉啊 然后我离开了X15这个点 啊 到了这里 啊 驱动歪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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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开始往这个方向走 啊 我分一下平算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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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里缩小一点 把这一个序列 啊 这这个不快 然后把这边 啊 先把它拉过来 把他拉过来 再缩小了 把他拉小过来 把他拉小过来 那应该可以看得见吧 很小 我能够看得见 要不我说就行 然后这里放这里 嗯 再把触摸平的这个放这里 啊 这样子好 好好解释一点 放低一点 可以看得见吗 好 OK 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看我是不是要碰到这个X10点 它就会去跳到下一步 啊 它就跳到下一步 嗯 那么我按下 啊 当我X10点碰到 哎 它是不是驱动Y3了 驱动Y3 啊 Y2 Y2 开始走这里 啊 开始走这里呢 它当我碰到X11点 啊 那么它就往下跳着 那么我 好 我其他的点我碰的是一点效果没有的 但是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去走完 好 这个是X13点 啊 13点 是这个 X13点 好 然后14点 0123 0123 我是不是写漏了一个 好 好 然后这里 1012 16 啊 没事 然后再到再到这里 啊 我到X15点 哎 它什么点它都断开了 为什么呢 它主要就是因为这里啊 因为这里 好 这些比较小啊 我说一下就行了 为什么它到这里它就会 把所有的点都断开了 因为我执行完了之后呢 它就会跳 嗯 我说出来啊 就是它就会 跳回到这个X0点 而这个X0点呢 其实它我是什么都没用 但是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我如果 当我再一次的啊 当我再一次的是 压住了 压住了这个 压住了这个X15点 然后我再按下 启动按钮 它又可以走一个新的流程 啊 那么这个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现在啊 把手自动切换 我把它切换成手动 啊 切换成手动 看一下 啊 那这个呢 我应该是要加一个P 啊 这个我 那边应该是加一个P 把它变成是 啊 点 那个上升也 或者下降也会好一点 这里它啊 就和我之前说的 它会出现一个 平凡切闪的一个问题 好 那我们试一下布径 啊 那么这里的布径 为什么没有效呢 它主要是 啊 不对 是在这里 啊 哦 我还没有走到点是吧 啊 那么同样的道理 它是需要走 走到点 走到点 然后 然后 我的布径 才是有效的 啊 那么 这个走点 这个过程的 它比较麻烦 我就不演示了 那我再演示一点啊 就是归位 归位的话呢 那么它是不是 亮了两个 啊 往Y1方向走 和往Y3方向走 走走走 走到什么时候呢 那我们看下 现在S0是没有通的 然后 当我碰到了 啊 双边都碰到了 x15点 啊 那么 啊 刚才反应有点吃 对啊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手自动是没有关系的啊 比如说 啊 我随便走 走一个点 或者啊 不走的 就是说 这个和程序的话呢 我是不是 就基本上是完成了一个 像我们 啊 自动走到程序 或者是走 走激光程序的 这样一个流程 就是啊 我可以归位 可以等等 那么实际情况下呢 它就是走四港话台 也可以 做一个类似这样子的 去程序 去走 没有问题 那么这种程序 它的意义在于什么呢 我这里的意义 主要是在演示 那么但是呢 在我们实际工作中 它的意义就在于什么呢 就是 使用一种 简单的方式 去代替 布禁或者私服 啊 那么我使用布禁或者私服 去控制 那这个成本 虽然说 金权度是很高 但是我的成本 也会比较高 而且呢 一般来讲 我们 说 大功率的布禁 它还是比较贵的 它毕竟还是特种电机 哪怕是总部禁 那么如果说我对 啊 精度没有什么太大要求啊 或者说 其实这种精度 它还是有的 只是说它的误差会比 不禁略大一点 就是说它是碰到行程开关 去走走走走走 啊 那么但是对于一些啊 比如说我 呃 做出批 啊 做出批 啊 做出批板 或者板子出批 我后面还要再加工呢 那么我其实 我需要精度 不需要很高吧 啊 反正也是很平数值 啊 也是很平数值 但是就是它可能这个停的 啊 位置啊 它多多少少 会有一点点误差 啊 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 啊 因为它 这个误差是哪里来呢 这个误差是 比如说我的程序 在执行在不同的地方 它可能对 这个按键的响应啊 或者说对于这些 啊 对于这些行程开关 它的响应 还是有一点点 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区别 那么可能零点 零点几秒的误差 它可能会多走一 多走 啊 EMM 或者少走EMM 这种情况是可能有的 但是 我们比如说 我做个加速批的这种方法 它还有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它快啊 诶 比如说我直接 呃 比如说我直接弄这个H桥的时候 我就把它想 有一些H桥 比如说可以设置速度 啊 或者驱动器什么的 所以设置速度 而我直接我就走一个固定的速度 诶 这样哥它快啊 那步进来讲呢 如果 啊 如果说 步进的话 它一般来讲 它走的速度还是 比较慢的 比较慢的 比如说我要走快刀 比如说我要跑板 啊 很薄的把我刀给走快 啊 那么是不是 就这样子 啊 OK 那么 这一节呢 就到这样子啊 在这个部分 就到这样子 这个视频有点长啊 五十几分钟 我看一下要不要结成两段 要不不结算 咱们 那边 感谢观看